在金庸先生的所有武侠小说里面 《飞狐外传》中的女主角袁子怡 算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的角色 之前有人在网络上搞过一个投票活动 评选金庸武侠里面 最让人讨厌的女主角 袁子怡变层高票获选 通过网友的留言评论可以看出 很多人之所以讨厌袁子怡这个角色 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身为一名出家人 却一直与胡斐纠缠不清 并且从她出场偷胡斐包袱开始 感觉一直都是她在主动撩拨胡斐 可当胡斐用情置身之后 她却又依然远离了胡斐 更让人觉得可恨的是在 袁子怡与胡斐拉扯的时候 两人间接地害死了成灵所 不过尽管袁子怡与胡斐的感情拉扯 让人看起来很不爽 但也说不上是什么大错 因为袁子怡虽然是出家人 可她毕竟也是一名妙龄少女 第一次来到中原 就遇到了胡斐这样的少年英雄 她为之动心也并不是什么大错 并且袁子怡小时候就在佛门 应该也没有人对她讲过 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 所以她在面对胡斐时候 如此纠结也算情有可原 其实袁子怡真正让人觉得 讨厌的并不是她的爱情观 而是她的价值观 在小说里面 袁子怡第一次正式出场 是在枫叶庄 当时胡斐由于被袁子怡偷了包袱 只能借着去枫叶庄 给万老全师调宴的名义 混点盘缠路飞 根据电火机的介绍 这位万老全师生前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在湖南几百里内 谁不知万老全师慷慨仗义 由此可见万老全师 虽然武功不算顶流高手 但是他的为人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袁子怡对于 这样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辈 却没有任何敬畏之心 他为了抢夺 维托门掌门人的位置 打闹万老全师的灵堂 接连打伤了维托门的三位弟子 原本万老全师本名叫万赫生 他与师兄刘鹤真 被武林人士并称为维托双赫 但袁子怡却公然称他们为双样 简直是无理之急 在这段剧情里面 刘鹤真与袁子怡有过一段对话 也很能看出 袁子怡的三观很有问题 刘鹤真听到 袁子怡要抢夺维托门掌门的时候 说出了维托门掌门的三个条件 第一是由本门弟子担任 第二是不能屈颜负事 八戒权贵 第三是人品第一 听了这三点之后 包括胡斐在内的大部分武林人士 都暗自点头 赞同刘鹤真 但袁子怡则满不在乎 直接冷笑着说 这三点他一见都不一 如果说只是反对 第一点还有情可原 可第二 第三点都反对 只能说袁子怡这个人 确实没有什么是非观 接下来袁子怡抢夺九龙派掌门一级位置的时候 也可以认证这一点 袁子怡遇到一级的时候 正是九龙派弟子为一级送行 袁子怡完全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用石子打断了 正在燃放的两挂鞭炮 虽然袁子怡的做法无理之急 完全配得上一顿暴揍 但是一级见他是一名少女 便不想与他计较 直接登船而去 可袁子怡却不依不饶 他口出恶言 诅咒这艘船 不出百里便要围断周父 全船人等尽数死于非命 如此恶毒的诅咒 估计很多小妖女 小魔女都说不出来 袁子怡虽然原生家庭非常悲惨 但实际上主要受苦的是他的母亲 他很小就被带到了天山 一直在红花会群雄的呵护下长大 他的师父辈分极高 能够与袁世骁平起平坐 所以袁子怡实际上与陈家落平北 所以他敢称呼赵柏山为那老小子 在书建恩仇陆 飞狐外传的世界里 除了苗人凤以外 几乎所有的超一流高手 都在袁子怡的身边 从他的成长环境来看 袁子怡甚至可以说是 当之无愧的侠二代 可是袁子怡的所作所为 完全配不上这个侠字 他下山之后 几乎所作的每一件事 都让人有种视强凌弱的感觉 他到处随机抢夺掌门人的令牌 完全不考虑被他抢夺的 这些掌门人品如何 是不是应该受到他的这种羞辱 袁子怡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他在对待凤天南害死 钟阿四一家 这件事的态度 袁子怡遵从师命 救了三次凤天南 间接地害死了钟阿四一家 在他救凤天南的时候 可以开脱说他是失命难为 可以开脱说他是念及骨肉亲情 可以说他没有想当会 间接害死钟阿四一家 当然以他的智商 绝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开脱 在他为凤天南向胡斐求情的时候 他所说的话 还是充分展现了这个人的良保 当胡斐要杀凤天南的时候 袁子怡对胡斐说 真与你又无深仇大约 你也不过是为了旁人之事 路见不平而已 他回家逃亡 周速夜行 也算是怕得你厉害了 胡大哥 为人不可赶尽杀绝 须留三分余地 通过这段话 可以看出袁子怡完全没有任何侠义之心 胡斐的路见不平 在他看来就是多管闲事 凤天南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之事 可就是由于是他的父亲 他便觉得不能赶尽杀绝 觉得凤天南被迫回家逃亡 就算是对得起钟阿瑟 所以说袁子怡最让人厌恶的原因 既不是他故意隐瞒尼姑身份 欺骗胡斐感情 也不是他所谓的尊从 失命三次救恶霸父亲 而是他作为一个武功高强的小二代 面对与他自己利益无关人等 说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与薄粮 袁子怡和程灵素这两个女孩 注定会成为胡斐这一生的伤痛 一个是出家为你 爱而不得 一个是为爱牺牲 这两份情同样沉重 总观整本书 程灵素对胡斐的帮助多于原子一 从药王谷出来 程灵素一号苗人凤的眼睛后 便跟着胡斐一路上京 以是找田放南报仇 而是为了去看看掌门人大会 这一路上 他们多次遇险 要不是程灵素陪在身边 胡斐已经多次遇险 程灵素和胡斐认识不过数日 为什么愿意一路相陪 因为程灵素喜欢上了胡斐 而胡斐也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趁程灵素的爱意刚刚猛发 他便提出要和他结伴 他是大哥 程灵素为二妹 程灵素何其聪明 早就猜出了胡斐这样做的用意 胡斐心里有原子一 已经容不下他人 便用这样的方式 打断了他的念头 两人心照不宣 可最后 程灵素为了帮胡斐解毒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还没完 程灵素料到 自己死后 他的师叔 师兄师姐定会回来夺药王神篇 怕他们伤害胡斐 便在蜡烛里放了七星海棠 他的师兄师姐当场毕命 他那作恶多端的师叔 再次失明 胡斐保住了性命 程灵素至死 都在替胡斐考虑 可以说 程灵素是爱得太深 所以愿意为胡斐牺牲了自己 看了程灵素做的这一切 原子一更像是来捣乱的 胡斐本来有三次机会杀了奉天南 为中阿四一家报仇 可三次都被袁子一拦住 放奉天南逃脱 这其中的原因 袁子一后来有解释 奉天南是自己的亲爹 虽然害死了自己的妈妈 自己也想一刀杀了他 可必定是亲爹 救他三次 就当还了这妇女之情 第四次相见 便互不相解 该报仇就报仇 在袁子一坦白自己的身世之前 胡斐并不理解 袁子一多次阻拦他的原因 可这并不妨碍 胡斐心里一直装着他 胡斐喜欢的人自始至终 都只有袁子一 为什么一直陪伴在他左右 而且多次救助他的成灵素 一直没能打动他的心 原因有三点 第一 袁子一是个大美女 而成灵素长得并不好看 袁子一的描写 只见他一张瓜子脸 双眉修长 眼大嘴小 姿形秀丽 容光照人 成灵素的描写 见他处一双眼睛外 容貌却也平平 肌肤枯黄 脸有菜色 似乎中年吃不饱饭似的 头发也黄稀干枯 双肩乳肖 身材瘦小 显示穷村贫女 自幼便少滋养 第二 袁子一身上有女侠风范 胡斐亲眼目睹了袁子一 夺取三个掌门之位 她的武功 和形式作风 都让胡斐佩服 成灵素虽是独手要望的 得意门生 下毒 救人之数了的 可没有袁子一的江湖气概 在精神层次上 袁子一更懂胡斐 第三 袁子一认识红花卉 这一点 是成灵素没法比的 袁子一从小就 拜红花卉的各位长辈为师 那么哪派的武功都学了些 这就是她为什么 可以做九个半掌门人的原因 她和红花卉的渊源匪浅 这次来中原 还是带着任务来的 就是一定要把那匹白马给胡斐 而胡斐和红花卉的赵白山 又是杰义兄弟 对子一 她自然觉得更亲近 这就是胡斐 为什么至始至终 只喜欢袁子一的原因 大家认同吗